你好,主席,兩位好 今天聽到這個人民民間,你有沒有什麼感受? 我做主席這麼多年,都沒有這麼緊張 OK,因為有兩毛器,我監製的 我很怕這個有那個沒有,這個有那個沒有 然後晚上要去心理輔導 所以現在兩個都有了,放心 你有沒有什麼感受? 我其實都挺平常心的,不過到準備公佈,都有點緊張 尤其是今天,其中剪接,盧偉倫導演 他們八支剪接,我們一起幫忙獎項 所以一起知道,都挺開心 我好像沒有你那麼緊張 你很緊張 你第一次到創作,都不是這樣 其實我由三十八教,一直都在創作組裡面 然後,我們都無分彼此,每個人都是,你幫我我幫你 很多人一起幫忙 所以,都很多年了 今年真是自己做董場,會不會有什麼困難? 其實又不是說困難的 我想每年,我們其實全行的人不同的導演 不同的崗位都很落力去幫忙 所以今年,我覺得很感謝上年,鄭思潔導演和黃俊導演 他們做了一個很好的紅地毯金銀獎榜樣 我其實最重要的是,跟回上年好的東西 希望能維持到,那就已經很好 是不是? 簡道有沒有最希望八日之下會得到什麼? 我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我說全部都拿了,但其實我看到如果 因為我們歷史了好幾年,還有很多好兄弟和演員 台詞幕後一起努力 所以總有一些斬鑊已經很夠了,沒有想太多 但這次是有十幾個獎會 十六個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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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心理輔導你 是嗎? 主席,其實鄭啟泰 這麼多年都是做這個部門的事 其實原本那片是否很喜歡 是的 所以我看到新聞 我都很不舒服 因為鄭啟泰我跟他沒有什麼私交 但每次都是工業長見到 我都覺得他很溫民 不是很友善 所以希望他的未婚妻堅強一點 那今年會有哪一個去代? 我們因為很突然的消息 是的 和鄭啟 他們一直都 他們的要求很高 一直都幫了很多年 那麼我們還沒想到 消息都很突然 暫時 所以都要 是的 我們會再研究 還有一些時間的 所以還沒急 那麼主席之前都有提過 說想找接班人 會不會在未來的 就是這一兩屆會找到接班人 當然 你意思是主席的崗位? 嗯 相對來說 我以前做導演會會長也做很久的 通常這些位置 你很難去靠一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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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 多來一個是嗎? OK的 都OK的 OK的 其實 我以前都做了很多年 導演會會會長 那其實 嗯 你很難去 譬如說會員投票之後 就選舉出來 強硬逼他做的 因為有些朋友 他 未必適合 或者他沒有興趣做的 那麼 那導演會會有 將會有新會長 那選出來 那麼 那金會長主席這個位 其實 可能大家觀感覺得是很麻煩 很多事情搞 所以 我現在跟我的行家說 你們如果要做主席就不用怕 因為其實在製作創作已經很多人在 找贊助 很多 班底已經很完整 所以 希望 看看哪一位有興趣 考慮一下 因為我要照顧女兒 所以 準備要多一點時間給自己 一年多都到了 社長 是嗎? 就靠你們 沒有了 沒有興趣 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不是 不要找我搞了 下年 偷偷 我認識他 跟另一位阿卓那時候 他都未夠三十歲 做金會長 是啊 他們兩個都未夠三十歲 現在都三十多了 對不對 那些 40出頭可以考慮的 OK 再算了 主席 姜大偉都入圍了 有沒有特別開心 你問他 應該會 我想你未出生的時候 他都拿了亞洲影帝 這些他都不會太激憤 不過我想 年三十晚的時候 我都準備買一支香檳 學一下他 會不會想自己頒 那個獎 有機會親手頒 去手上 現在的提名 這麼多東西 跟我有關 我都要在這裡鄭重聲明 這個金像獎 是沒有人可以操控的 你不會以為的 裙帶關係 可以 所以我都 都幾開心的 江大偉他其實已經是 去到 他大我十歲 他現在很享受他的生活 拍戲的生涯 他很喜歡跟各種不同的 尤其是年輕人 他跟年輕人關係都很好 我想他最重要是享受工作 掌項和片酬 其實我想他不是最第一考慮的 其實 剛才你都很感慨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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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都要解釋了 我覺得 因為沒有辦法 尤其是現在的網上 那些 他既然有這樣的觀點 認為是 那些解釋都沒有用 所以其實 行中 最重要是行中 知道 金像獎董事局 那麼多年 一定要維持公平性 所以所有 我們優化的制度 都是防範 有人 比如說有人造票 至於 有些比較感性的事情 如果有些工作人員 他可能 他投回自己參與那部戲 這些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但如果我們把投票人的數量擴大 其實就是減低這些情況 所以如果 Oscar有9000人 那我們如果有2000人的話 其實我覺得已經可以平衡到 有人說 你全部行家自己選 是不是會選一些很大老的電影出來 其實各位留意一下 不是的 有些小眾電影 不是那麽商業的電影 都可以獲獎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要對 我們所有的投票人 就是業內的 其實都有影評 有些新聞工作者 有等等的人 早期那時候 入了會做選民的 那我覺得 各位可以信任我們 我們是百分百公正的 那其實今年的選民人數 是多了多少 剛剛說了 是接近2000人 那是去年呢 相比去年 你考試 我去年一模 記得我 哈哈哈哈 那第二輪投票 有沒有說 就是想在標性上 因為東電說 幾個%已經很豪華 那第二輪有沒有說 那些什麼期待 我想不會低過去年的 我覺得 因為 有一個問題是 其實每年我們選民等等 要有更替的 有些可能是移民 也有些行家是離世 但是我們選民為何增加呢 反而過去這幾年 是很多新一代進來的 台前幕後其實多了很多人 所以它反而 我們的人數是上升的 是這個原因 我們每一年都很盡我們全力去吹票的 包括14個董事 其他辦事處 它不是14個會的會員那些 其實秘書處是打電話吹票的 今年我也挺滿意 我也挺滿意 當然希望 我們會不斷呼籲 第二輪的選民投票 OK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